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换个尿布吃个奶 继续睡 哎呀还笑嘞 你吃奶一笑是呀 你别吓我 你吃饱才笑 你别吓我 睡开心了还笑嘞 睡得开心 Oh my 刚换完尿布 睡觉了 弄到晚上还是挺乖的 吃完奶就睡一睡 现在快十点了 在下半夜一两点左右吧 他会醒 哎呀 行了 哎呀走 吃奶奶去 这酷的 可怜的路呢 大半夜也得跟着起来 下半夜一点 吃完忙完得一点半 一点半得多 一点四十两点左右 我得两点 你得凌手我得两点 对两点左右 开不开心 你睡觉去吧 用不着你 然后我们俩就是这么 这一月就是这么过来的 没有一个 晚上没有一个整觉 还好 至少有个三个小 三到四个小时的一个枕子 三到四个小时一个枕 对 然后白天再补补觉之类的 反正我感觉最主要的 折磨人的地方就是 有的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对 你得猜 猜猜不好 虽然都知道他心神而不哭 比如饿了 尿了 屎了 冷了 热了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就不知道 对 烧个水 在照顾Nora方面 我和Mia的分工就是 Mia负责喂奶 我负责混淆布 然后负责给Mia做好后勤工作 吃的 喝的 零食之类的 白天就是我们轮流来 换Nora 比如说我出去采购 去弄饭 的时候 就是Mia来照顾Nora 然后等我回来呢 我在接班 然后Mia来吃饭之类的 反正就是 两个人轮流来 哎呀 吃饱喝足 继续睡觉 大约一觉能睡到五点 六点 晚安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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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碎眼惺忪的又起来了 我真的大家看满眼通红 米娅也是满眼通红 跟每天最累的一次为奶就是这一次了 就是四点多五点左右这一次 大早好现在九点 九点十几 米娅在 来陪那儿玩八点多没完奶 八点多没完奶之后 要陪那儿玩一会儿 我过来做早餐 有Luna陪我 Luna真的是全程陪着 你不困啊 我的困 我过来做今天早餐 这个是燕麦粥 这个是手抓饼配个鸡蛋 给你看看你大 给你看看你大 你大四年 我大四年听话了 你看 我大四年 想炒我了 炒我热了 看你热了 还亲你一下 你看看 还热了 舒服了 那是舒服了 那啊 那啊 你得闹你俩 你俩 就你俩个孩子 一个老人也没有 没事 我俩 我俩没问题 这没问题 有的时候 孩子是 不知道咋的 就闹起来 没完 没事 要有个老人 是不是能跟着 坏一坏呢 现在不闹了 挺好的 今天高兴 现在老子高兴了 今天高兴了 陪他玩了 刚才 高兴了 那就是舒服了 那就是舒服了 对啊 你看呢 再开心 现在 我当初你那是烫糊的 多少钱 你啊 他送到瓦底里 那个多让你呆心 多远 多远 你看多远 你脸色丑的多健康啊 健康 健康 可健康 没有你小时候 你看比这个胖 没有你小时候胖 我小时候比他胖啊 你小时候比他胖啊 你小时候比胖胖 你省下来就8斤弄了 你骑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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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了 哎呀呀 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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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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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几块钱 二十三块钱好像是 具体我也忘了 等大家遇到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 然后这两天 我在研究研究怎么给Nora申请护照 因为如果我们想带Nora回国的话 她就得有护照 但是她拿不了固定的护照 她在这边生的 她只能拿新西兰的护照 所以说有时再要我去研究一下 把她的护照给办下来 然后带她回国的话 她还要办签证 到时候可以 我也不知道办国内的签证 容易还是难 应该还容易吧 因为我和Mia都是中国的护照 所以说给Nora办回国的签证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我觉得是 现在因为Nora还小 差不多等Nora一岁 或者是两岁左右的时候 会带Nora回国 因为Nora还小 虽然说现在的交通 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想飞回国的话 要先坐12个小时的飞机 到广州 或者先到上海 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飞机 回福顺 或者是回故园 所以说我们要等Nora再大一点的时候 再带Nora回国 见她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对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频道给在基督城的小伙伴们 有一个抽奖得电影票的机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的朋友Rion之前 去帮他们家修过葡萄价 然后我们去医院生产的时候 他还帮我们照看了Luna好几天 他是位摄影师 然后昨天给我发微信 说他买了10张 你好李欢迎的电影票 想在我的频道发放给观众 然后顺便帮他宣传一下 他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我说OK没问题 我让感兴趣的观众 然后关注你的微信号 给你留言或者怎么样 抽奖之类的 他说不用 我给你10张电影票 你就抽了就OK了 我说那我这边抽奖 也不知道关没关注你微信公众号 然后他说没事没事 也是佛系青年 然后这边放上他的微信公众号 这边是他的网站 以及他的一些样片 他主要拍宠物啊 然后婚礼啊之类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喜欢他的拍照风格的话 就可以去他的网站看一看 或者是关注一下他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抽奖 就可以参加这次抽奖活动 他自掏腰包 买了10张电影票 然后我们抽取5位幸运观众吧 然后每人送2张电影票 大家中奖的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去看 你好李幻英 李幻英是25号在新西兰供应吧 但是这次他只买了基督城的那个电影票 所以说就只能送给基督城的小伙伴了 到时候我会联系中奖的观众朋友 去他那里取票就OK了 虽然说他说关注他的微信号都OK 但是大家给个面子 关注一下 OK我们现在要去给米娅取餐 取月子餐 然后顺便还要 我还要打包一份餐 咖喱鸡饭 咖喱鸡饭好吧 好谢谢 拜拜 已经取完餐赶紧回家 你抱起来就好 你抱起来就好 他白天就是睡觉比较困难 抱着的时候就可开心 再开心 然后放在床上睡觉 抱着 再立马 立马就苦 抱起来立马就好 还得抱着拍着舒服 来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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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来 放过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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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YES, GOOD GIRL 來,摸一摸 毛肉弄的 YES 這裝來 來,坐吧 終於睡著了 12點多去取月餐 1點47才吃了飯 然後對,雖然說 Nora滿月了,但是 Mia還沒有出月子,就是還在做月子 做到42天 一共做42天 只做到4月幾號? 4月6號 4月7號 正好帶Nora去打疫苗 正好Mia也第一次出月子 我為什麼做42天 不按30天做呢? 因為真正的產種期 它應該是42天吧 所以說我是按42天做 但是我做呢 我是不受風 不出門 不是 沒有,不光不出 就是不受風 還有不受涼 就算是不提重物 其實我做的就是 就在三年,沒了 月子做的咋樣 月子做的咋樣 挺好 挺好 吃的好喝的好 心情好 心情好 對,除了 對,這我就得照顧Nora 也得照顧Mia 是不是 除了我讀奶 或者Nora搞不定 有時候會崩潰 但是總體 總體來說 我覺得還好 還屬於心情舒暢的月子吧 對 我覺得好 留言忘返吧 那倒真美 那倒真美 真的我感覺我都辭職了之後 然後在家 其實怎麼說 全心全意 照顧月子 照顧Nora 都感覺很累 真的很難想像 爸媽不過來幫忙 然後爸爸也沒辦法 全都在家照顧的那種情況 真的 太難了 對 尤其我也不怕想像 如果多當這個產婦 是新手媽媽 是一個人在照顧孩子的時候 我不怕想像那有多麼艱難 因為說做月子 你要少抱 然後呢就是保持心情愉快啊 還有什麼多休息嘛 可是當你一個人照顧孩子的時候 少抱 可能不太現實了 然後呢 多休息 那更不太現實了 孩子的其中呢 就是什麼吃奶啊 哄睡啊 各種 沒有人搭把手 覺得哇這個好難 因為Nora很幸運 就她出生之前呢 我朋友的孩子 其實都陸續出生了 有男孩有女孩 然後呢 其中男孩居多 然後呢 她的很多衣服 大家有看的時候就覺得像 像小男孩穿的 其實就是朋友給的 然後這一波呢 然後呢 她家是個女孩 然後呢 她家的衣服 然後給我之後呢 我覺得 哇小女孩的衣服 到底是不一樣了 你看 有小裙子 小裙子 還挺好看的 就是我第一次覺得 哇小女孩衣服 也能做這麼好看啊 這個是 當然好看的 小女孩衣服才好看的 是啊 但是我之前好像沒有 就沒有太大感覺 哪怕我去了那個farmers去買的時候 就覺得 嗯還好啊 比如你看她製作機底下 就帶了這種 就是 兜妙不濕的 對對對 像包屁一樣 我覺得蠻好的欸這種 一大兜子 好多 對呀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對呀 等她長大一點都可以穿 現在就可以穿 對呀 我覺得奈娃身子也差不多了 有嗎 可以 那還有一個小姑娘的那個 哇 我給你看一個她的小鞋 哇 能翻了 哇 哈哈 是吧 但我覺得奈娃腳有點大 她穿不起去 試一下 你也能穿進去 可以試一下 但真的蠻好看的 這個是 還有小姑娘的一個 小裙子 跳 跳舞蹈的小裙子 也挺好的呀 這種可以去拍照 也蠻好的呀 這個是 第一次覺得 哇 那我可以像個 我打扮得像個小女孩了 哈哈 OK 那麼今天的視頻差不多 就到這裏了 我還在剪輯視頻 趕緊剪輯完視頻 我還要去 準備新一天的輪迴 就是4點1點起來 混淆布 餵奶之類的 但是我們已經取得 一個階段性的勝利了 Nora已經 滿月了 然後 馬上 Mia也要出月子了 而且Mia也非常的開心 Nora也非常的健康 然後媽還說 Nora都滿月了 要辦個慶典 慶祝一下 真的是 相信大家看了這個視頻之後 我應該完全理解 我們真的是 沒有精力 沒有時間 來做一個慶典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們肯定會 盡我們一切的努力 讓Nora 健健康康的成長 OK 我們也要 記住到觀眾朋友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拜拜